儿臣想举荐十四弟出任大将军王 十四弟身痛兵略 又管了多年的兵部 只有他出任大将军 才能平定西北叛乱 为皇阿玛分忧 再说这件大功劳 儿臣也不想让人家给夺了去 这是雍正王朝中 老四和老十四这对亲兄弟 最亲近的时刻 实际上二人各怀鬼胎 勾心斗脚 每句话都充满了套路 四爷是一门心思的做铺垫 自己保十四弟做大将军王 交换条件 是严庚瑶做闪甘总督 老十四也不傻 他自己想做大将军王 但八爷党未必失心保他 就算侥幸当上了后援的接应 也是个问题 于是就跑到四哥家里探口风 结果两人刚一见面 电光火石之间 四哥四嫂就挖好了一个大坑 一步步引导着老地方里挑 正所为挖坑技术拿加强 四哥带你选篮墙 四爷挖坑的节奏控制的极好 第一步给严庚瑶做铺垫 把年庚瑶送来的寿离分给老十四一半 让老十四先欠个大人情 然后逮住机会就给老十四带高貌 额娘 这是十四弟花了好大功夫 从几千里外请回来的 论孝心 十四弟比我还强 论孝心我不跟你争 但要论套路 十四弟比我就差了一些 老十四本来还有些心虚 此时更是表现出难言的感激之情 第二步趁着给母亲拜寿的时候放大招 儿臣想举荐十四弟出任大将军王 这会儿一出 亲妈和亲弟同时静待了 而且是大喜过往 老十四开心我们都好理解 老娘为啥也开心呢 主要是因为老人家是个大偏心眼 相比于老四 她更喜欢老十四 毕竟老四不是自己养大的 但老太太说话还是极为漂亮 虽说车外带兵是辛苦事 可我不能光顾疼儿子耽误了朝廷的大事 四爷的神秘小眼神简直绝了 正应了那句老话 好端端的突然见个殷勤 飞剑即刀 一套组合拳下来 老十四被感动的稀里哗啦的 当场就给四哥客了一个 四哥 我万没想到 今儿在黄额娘那儿 你提出要防御我做大将军王 看来到了紧压关头 打虎还得欺兄弟 第三步赏价值 拿大词忽悠十四弟 得知老八也想出来带兵 马上义正赐言 那怎么行呢 兵者国之大事 他不懂兵略 怎么带兵呢 随即开始给老十四赏套 老弟不是我说你 西北战士责任如此重大 选谁做大将军 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能够取胜 而不是瞎才圣心 比如说你四哥火 我首先想到的是你和老十三能行 但要让我举荐 我还是选你 为啥呢 因为十三弟的外公 是克尔克蒙古大汗 倒不是说他去带兵就会反叹 而是啊 欠了这层关系啊 就会影响军心 我举荐你 那是为了朝局 是为我举贤 我不在乎人家说什么亲亲疏数的 一套一段小词 直接给老十四赈感动了 也就不再藏着掖着了 如果我要西县领兵 梁草还需四哥接应 四爷呢 自然是派着凶徒保证 户部现在是我在当家 梁草调配 自然全力配合 但是 朝廷征调粮草 一般是由陕甘接应 所以陕西甘肃 才是最紧要的地方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铺垫 老十四终于明白了四哥的意思 如果真是我出任大将军王 我想保举年庚瑶座陕甘组统 嗯 这就对了 兄弟二人达成协议 整个过程面上和气 背地里是套路漫漫 嘴上全是主意 心里全是生意 但是 四爷没想到的是 自己辛苦布的局 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妻子年庚瑶又整出了幺蛾子 定真 儿臣在 你说说看 谁出任大将军王为好啊 儿臣举荐十四弟出任大将军王 这是雍正王朝中四爷 交的一场满分大劝 可以说一举锁定了 皇位继承人的资格 川尔丹六万平叛大军全军覆没 康熙急需从皇子中 则以贤责带兵出征 假天子节岳峰大将军王成浩 而为了显示选举的公平性 康熙顺便还安排了一次随堂测试 考题很简单 西北战士吃紧 你们到底是以国家大局为重 还是为了拉帮结派 不顾国家安危 刻意染黑胡子的康老师 看到台下有人开小差 随即点名回答问题 殷堂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老九贼的乙批 他们早就在八爷府商量好了 先保老八 保不住再保老十四 绝对不能让老四拿走位子 但是他又不放心老十四 所以呢 想让老十四先表态 魁煌阿姆 应提县管兵部 儿臣以为应拼定他的见解 就他这点小心思 哪能逃得过康熙的发言 你别扯人家 老子就想听听 你有什么建议 老九推诿不过 只好硬着头皮说道 扯带兵主帅不再忙 根本不用上战场 运筹帷幄大帐中 我看该选八先王 老十也跟着吆喝 没有武力也能打仗 不见咱看诸葛亮 真正的诸葛亮 各一边还没说话呢 一个苍老又熟悉的声音 就传了过来 十也的话至为允当 众人凝神摒弃 放眼望去 只见王善迈着碰瓷的小碎步 走上前来 说他薄局一人 必能取胜 康熙看到老头脑瓜子都疼 这家伙肯定又是来薄局 废太子的 结果老王善一开口就是 哀兵必胜 说废太子应仁 自从获罪以来 常痛悔不遗 一直在反思如何戴罪立功 俗话说 吃食而后勇 老臣以为 如派应仁前去带兵 他一定会身贤士族 鞠躬尽瘁 请皇上见 听闻此言 老王善吓得扑通就跪下了 其实按照剧本的描述 王善举荐的应该是四野 他的插话显然是在讽刺老舅和老师 如果老爸能带兵 那么废太子也未尝不可 而他这么一闹 反而帮康熙解了围 康熙得以绕过老爸带兵的问题 进而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老四身上 老四那是早有准备 从袖中掏出早就准备好的满分答案 恭敬地递了上去 儿臣举荐十四弟出任大将军王 康熙龙去一阵 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最后大将军王的人选 果然就落在了老十四的肩上 老十四威风凛凛 一眼就看见了人群中的年庚瑶 却故意假装没看见 接过手本问一旁的匹都 年庚瑶来了吗 我这就见他 其他的人我一个也不见 老十四没给年庚瑶多想的机会 拉着年庚瑶就去找老爸 老爸这边也有自己的安排 他对于老十四出任大将军王并不放心 所以正在给手下的鄂伦黛盯主 去西北以后盯紧老十四 有任何情况随时汇报 年庚瑶还以为 自己的陕甘总督是老爸和老十四 给他搞来的 他哪里知道 四爷在中间花了多大的功夫 就在年庚瑶跪舔老爸和老十四的时候 吏部尚书奎旭进来汇报 四爷不知道发了什么邪活 把奏报年庚瑶出任陕甘总督的那张文书 抽走了 年庚瑶这就尴尬了 老爸和老十四也面面相去 连公到今后你还没有见过四爷吧 那你快去吧 这一去可不好受 四爷正想收拾他呢 主子奴才李未狗儿 率老婆翠儿和主子傅普盖头了 这是给主子福尽磕头啊 他是雍正王朝中的气氛担当 即便人没出场 一封信就能征服戏里戏外的所有人 他就是李未 四爷派他去四川盯住年庚瑶 这个任务他完成得很好 但是有些事他却搞不定 因为大字不识几个 往回写封信都难 好不容易来封信 打开一看 一半是错别字 一半是象径文字 一般人根本看不懂 还得贴心贴肺的主子四爷亲自反应 这是给主子福尽磕头啊 吴先生刚喝一口茶直接喷了秋月一身 报告主子一个好消息 奴才当直线了 报告主子一个坏消息 奴才不会看状子 好个糊涂的直线 不会看状子 这怎么断案呢 不会看状子 还真难不倒李未 剧本中有交代 何时奴才会听 再难得安子 奴才一斤就能断个 八九不离十 秋月以为李大人是扛着乘去断案 而这次吴先生听明白了 李未说的斤就是听 李未虽然不识字 但可以找个人念给自己听 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然而李未的消息还没完 接下来是一个更逗逼的消息 奴才老婆肚子里有小狗了 几个人顿时笑得喝不拢嘴 秋月更是直接捂着肚子跑了出去 王爷不要念了 不要念了 但最后一句还必须念 因为这是个大消息 也是李未写这封信的真正原因 年更有进京了 老吴的神情立刻就严肃起来 年更有进京了 居然跟四爷一个字也没提 是啊 我也正在纳闷啊 就在这时 狗勇匆匆走了过来 兵报了第一手消息 不知为何 年更有忽然进京 而且到处乱窜 他现在在哪 好像又到八爷府去了 四爷面露杀气 这一遭可算是被年更有 埋下了杀身之祸 吴先生梅雨间也闪过一丝不安 这丝是真要毁了我老吴的爱情了 四爷是毫不犹豫 立刻赶到利部大堂 一张张的翻阅着 待发布的任命文书 面前的三个人 小心的伺候着 年更有 出任闪肝总督的事还要在意 等我和上述房商量以后 再定 年更有这个狼崽子 稍微有点顺风就开始了 四爷要是没些霹雳手段 还真吼不住他 回来以后 四爷气还没消 边跟吴先生下棋 边拿当事人的妹妹撒棋 秋月端来水 他看都不看一眼 用手夹着棋子 不耐烦的一甩 意思 再明显不过 赶紧在我面前消失 要说这事还真不怪四爷小心眼 个谁也受不了这么一头 我好好的在这谋平布局 一切都在我和吴先生的计划之中 我是费了老鼻子劲打街 才为你占了这么个位子 结果你倒好 巴巴的去给对手当舔狗 这谁能忍得了 不给你点颜色 瞧瞧 还真把我这个主子当菩萨了 年更摇这下老实了 乖乖的跪在万福堂门外 一动不动 引得几个不知死活的下人 议论纷纷 要说年更摇平时的理 还真没白做 这不 福尽就出来替他说话了 但是今天这个事 谁说话都不好使 此也非要致志 这个不听话的奴才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